惡賊者信在十二年前已經死了 義父不是惡賊... 他沒有死, 他也沒有死 你胡說甚麼 我胡說, 他也沒有死 你還說? 你也沒有死 他還在 殷叔叔, 你不用拼詞狡辯 是跟妹妹說謊的 張無忌所說的義父是不是謝信 他現在在哪兒 你們要知道的不是謝信 而是屠龍刀的下落 謝信也好, 屠龍刀也好 為了這個人和這把刀 武林上已經死傷無數了 沒錯, 張翠山今天如果你不讓我交代 我們勢難罷休 張翠山是我們天英教的 這隻船也是天英教的 誰跟你說想怎麼樣 欣野王是不是又想跟我們打過 恩祖宋是我的身軌 我是拿而起扶他 各位, 這件事由我張翠山而起 天英教無關 你終於肯說出謝信的下落了嗎 我已經說過 惡賊謝信已經死了 張翠山 你是不是想跟陸大門派過不開 各位掌門 我張翠山並不是要與大家為敵 只不過世事萬物 都不外乎情理兩個字 這件事牽涉甚廣 關係重大 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得到 所以在下一定要先回武當 品名恩師, 請恩師定斷 就算你們不當我們武當七俠是一回事 就憑我們的恩師張三豐張真人的命堂 他才會公平處置 你們現在武當派跟天英教的結為親家 有甚麼公平可言 你... 恩樂俠何必中他們的詭計 他們處處相逼 只是趁俄眉華山少林在這裡拿個便宜 說甚麼六大派同氣連枝 只不過理智所在 既然大家都沒異議 那我們就先行返回武當 品名尊師 六個月後在武昌黃鶴樓設賢 邀請有關各大門派出席 到時一切是非曲直, 當面交代 宋大俠一言九點, 我們先行告退 希望他人言抗禮有個合理的交代, 走 快點 但是爹說過, 好人是不應該說謊的 娘是好人, 為甚麼要說謊 武器, 你娘沒有說謊 你義父以前的確做了很多錯事 所以被稱為惡賊謝信 但是自從你出生的開始 他又觸發良心 他知道以前所做的都是錯事 從此就改變了一個好人 所以惡賊謝信在那時候已經死了 好人謝信也在那時候而生了 那我明白了 爹跟娘都沒有說謊 義父是個好人, 所以沒有死, 是不是 武器真聰明 五嫂, 你們在船上飄浪了那麼久 都很累了 不如你跟武器回去休息一下吧 謝謝六哥 素素, 我們先去拜下岳掌大人 然後再上武當跟師父拜仇 爹, 素素回來了 爹 爹 爹, 十幾年來, 女兒一直要你擔心 你還知道有我這個爹嗎 爹就快被你氣死了 爹 爹, 女兒不孝 未得你同意, 私定終身 我已經駕張翠山為妻了 請爹原諒 這支叫做仙斬喉袖 連外孫也有了 爹想不認帳也不行了 武器 他就是你外公, 快點叫他公公 你就是公公 你的頭髮白了, 連尾巴也白了 真有趣, 娘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張無忌, 你叫公公, 是不是 我叫白眉英王 白眉英王 娘, 你不是說他叫公公嗎 他是你公公, 不是他的名字叫公公 他是你娘的爹, 等於你有爹一樣 娘的爹很兇 五哥 爹, 叔叔帶同無敬, 五哥向爹請安 小勢 慢著 不要叫得這麼快 你跟我進來, 我還有幾句話要問你 那白眉英王, 中環江湖數十年 一向就看不起那些所謂名門正派的人 徐先生也從來沒想過 會娶天英教教主的女兒為親 你那些所謂正派的中人, 一向視我等為魔教 要你娶我女兒, 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是不是 娘, 剛才公公的樣子很兇 他會不會像娘打無忌那樣 爹不聽話, 他會打爹的 公公很疼娘的, 走至娘親疼無忌一樣 公公不會傷害爹的 翠山對英王絕對無不敬之言 萬夢英王成全我們夫婦兩人 所謂正邪不兩立 為免蘇蘇日後受到傷害 老夫別無選擇 馬上回來殺出雙三豐 以時對我天英教投誠 那你就是我的好雷勢 不行, 師父對我恩重如山 我張翠山絕對不會大役不動 也不會投向你們天英教 好, 你要做你的正派弟子 老夫絕對勉強 但是絕對不可以帶走蘇蘇和墓基 蘇蘇是我的妻子, 墓基是我的嫌疑 你怎麼可以拆散我們夫妻骨肉 我恩天正要做的 絕對沒有不得這兩個字 蘇蘇是我女兒, 墓基是我的外孫 當然要留在天英教, 要替他們周傳 難道要送陽入府口, 跟你回武當 受上你正派中人的氣虎? 我張翠山可以當天發誓 一定會保護他們母子的安全 廢話少說 好, 不肯投我天英教就馬上離開 不肯離開就別怪我這麼客氣 要我離開 除非讓我帶走蘇蘇和墓基 好, 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你怎麼不還手 娘, 爹爹這麼久還沒回來呢 我們去看看 還不還手 怎麼樣 老父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離開蘇蘇和墓基 不然我就殺了你 我身為人家的丈夫和爹 你絕對不會離起妻兒 好女婿 爹… 爹, 公公是不是要殺你 傻子 公公只是想試試爹的武功 爹, 你不要亂來 謝謝 謝謝岳章, 手下留情 剛才什麼事?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黃志文, Mandy 我是六號六號明 立刻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頻道這個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